第一题 这个图片代表什么节日 我知道 情人节 177节 白熊队请下棋 我扔 13 白熊姐姐 你当厉害了 这两个不是差不多吗 算了大宝 下一题我们再努力 第二题 这是哪个节日 别穿脸 别过年 这个不叫过年 是 是春节 宝贝队请下棋 我扔 14 耶 我们领先了 你们就是院级哈 哼 第三题 以下哪个人物 和端午节有关 A 项羽 B 屈原 C 关羽 哎呀 这到底好难呀 白熊姐姐 你知道吗 老师讲过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了 选B 端午节吃粽子 这是为了纪念屈原 宝贝队请下棋 不好意思 让我扔一次骰子吧 你扔吧 耶 大宝了 我扔 16 我扔到最大树了 哇 大宝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们别想追上我吧 你别得意 下一题 残米羽 白白身子 圆滚滚 样子像个乒乓球 放在锅里煮一煮 全家吃它 过十五 打一节日食物 吃它过十五 吃汤圆 白熊队请下棋 太棒了 我扔 十五 达队又怎么样 语气没我搞 白熊队 大达第八格 可直接跳转到第十九格 哇 还有跳转格 大宝哥哥 我们领先了 他们怎么一架子就到十九格了 这怎么追得上 大宝 别难过 咱们加油答题 不让他们走 加油 下一题 中秋节是几月几日 八月十五 你满意十五 大宝更快 宝贝队下棋 我扔 十五 小九龙 我们到十五格 这里有箭头 我们是不是 可以到三十一格了 这个箭头是单上的 十五格不能到三十一格 但是三十一格的 得回到十五格 好吧 原来是这样 大宝哥哥 不是谁都有我们的好运气的 哼 马上我们就追上你们了 下一题 九月初九是什么节日 重阳节 宝贝队请下棋 我扔 十六 我们到二十一格了 超过白雪跟熊妹了 白雪姐姐 咱们得加油了 下一题 劳动节是几月几日 五月一日 白熊帝请下棋 我扔 十六 我们到二十五格了 熊妹运气真好 小金梁 赶紧开始下一题 下一题 这两种食物 代表哪一个节日 八宝粥 绿色的酸 这是什么节日 这题好难啊 八宝粥 我想起来了 这是辣八粥和辣八蒜 神辣八粥 白熊队打队 请下棋 耶 我扔 十四 我们到二十九格了 幸好不是二十八 要不然就被传送回去了 下一题 儿童节是什么时候 六月一日 宝贝队请下棋 我来扔 十五 我们到二十六了 还差三个就追上了 下一题 饺子是哪个节日的美食 冬至吃饺子 白熊队请下棋 耶 我扔 一天二十三三三 耶 十三 我们赢了 就差一点 小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节日信息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tak 不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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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